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事特办 上不封顶的特殊支持 大力引进具有科技前员引领力 科研资源集聚力 国际话语影响力的顶尖人才和重大创新团队 在江门市一些老旧社区 住宅外面的外场供水管道连接博 生售等问题比较突出 不单只影响市容市贸 还影响了供水品质 由去年开始 江门开展了老旧社区楼宇标后供水管改造升级工作 目前已完成了13个重点老旧社区 共74栋楼宇标后供水管整治 赏英花的时节来临 今年武汉大学再次在3月19日 设立抗疫医护赏英专场 邀请环岳医疗队员 以及湖北省内抗疫医护人员来学校赏英 抗疫医护人员还可以在英花开放期间任何一个时段 通过指定的网络绿色通道登记之后进校赏英 学校将会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 提供精品赏英路线、专人专情接待等个性化服务 让抗疫医护人员感受到礼遇和尊崇 近日重庆市点的首座光柱充用一体化模式的灵碳供电所正式投入服务 供电所总共分为三层 屋顶安装了560平方米装机总容量是151千瓦的太阳能板 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5万千瓦特小时 相比起传统发电模式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2吨 广州等地规划中的佛瑞馆承制又有新消息了 佛山信德境内线站位方案正公开旋徐工程咨询机构 即是代表着往返广东主要城市将会更方便 是的 方案显示佛瑞馆承制有望进一步延伸 西联江门珠海冬接深圳 串起珠三角六座城市的中心区 轨道网络越来越四通八达 好似在广州东站 广深承制已实现公交化运营 通过广深铁路衔接 乘客还可以在东站坐瑞芯承制 去深圳、东莞也多了个选择 广州南站还有多班开往深圳北和府门列车 目前乘客来往广州 东莞和深圳已经很方便了 未来 市民将多一条城制线路前往东莞深圳 根据国家法改委批覆 佛税馆承制西起佛山东平新城 经广州方村鱼珠、新唐至东莞 全长约100公里 最新公告显示佛税馆承制将进一步发育 佛山段起点将会延伸至乐重 并同广佛江珠承制接通 与此同时佛税馆承制东莞断线也有望优化 线路由广州、新唐进入东莞后 经广城、南城延伸至重山湖 在重山湖接通广深中族城制 连接深圳 这个也代表着一条佛税馆承制 将广州、东莞、深圳、佛山、珠海和江门 这六个主要的珠三角城市都纳入朋友圈 在广州出发 也可以去到各市的市中心 特别是广深中心能一小时通达 去珠海江门是到哪里做的? 自己开车 怎么方便怎么来 城轨方便的话肯定是做城轨 两个市中心 然后各大城市都连在一起 去哪里都方便 这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 如果说能够把这两个线路连接起来的话 我觉得对于中间的一些站点 也是很好地起到一个 能够拉动经济发展的效用 佛税馆承制 前身是广州地铁二十八号线 根据早前公布的方案 线路将会在市中心 沿着海珠区北岸行进 在市仪宫奔江东设站 可换成地铁二号线、十号线 熔水镇新国村麻洞团 是位于熔水苗族自治愿的西北面 它位置偏僻、群山环绕 经济曾经相对落后 但近年来 随着熔水北岸路的开通 属于熔水实施 纽州市乡村振兴示范 大建设核心区的麻洞团 造就乡村振兴的良好契机 为这个地方带来改变 我们一起看看 沿着熔水北岸路走十分钟 麻洞团就像世外桃源 在我们眼前出现 你会见到整齐规划的房屋 宽阔的通村道路 整洁的环境 以及感受到居民那种悠闲的气息 北岸路开通之前 麻洞团因为位置偏僻 村里经济是以传统农坚为主等关系 相对落后 但自从北岸路开通之后 村里的生活就开始改变了 因为北岸路的开通 麻洞团一夜之间就成为了 熔水还原城旅游圈的重要区域 为了改变乡村落后的状况 村民亦都开始着手乡村建设 2018年 熔水镇以新国村为样板 设计了熔州六谷田园综合体 作为其中的重点团 麻洞团获得改造资金343万 用在多项的整治工程 构建公众陆地 道路美化和维护栏杆工程 以及构渠疏通工程 村庸村贸亦都一日一日改变 2021年 香村镇圈工作全面展开 麻洞团作为有一定基础的 美丽柳州建设重点团 随着三清三拆 和农村居住环境整治工作的开展 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 最终成为熔水实施 在柳州市乡村镇兴市繁大 建设核心区的门绵村 这道路很通畅 到处是硬化的道路 就很方便 交道也很方便 然后这个墙面 到处是除了刷的墙 可是很新的 就村油越来越好 然后就环境也很好 到处是鲜花绿子 我觉得真的很nice 随着这些改变 村民的日子 也开始慢慢风盛起来 大家对村团未来的发展 也寄予厚望 接下来 麻洞团将会以农民女为目标 以产业为核心 以文化为灵魂 希望透过不同的建设 可以将麻洞团 全世代形成的风土文情 孝道文化 以及民族演艺等等 发掘并且推广开去 等游客可以来到这里 体验农耕活动 和乡村生活的苦乐 以及礼仪 带领群众之父 推动乡村发展 移托双龙高 还有七彩农厂 周边旅游景点 辐射 然后就是形成一个乡村旅游 示范带 然后 麻洞这边 我们就是以 永州绿谷 田园中游地为目标 要把滑洞团打造成为 永水镇一个乡村旅游振兴的标杆 这段时间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 怎样保障公港物资的畅通 亦都成为抗疫其中一个关键点 目前各大港口 已经加大公港船舶的班次 广州海事人坚守岗位 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在南沙港二号码头上 三台大型集装商吊机 24小时运作 为进港的百吨级博船快速装货 船舶主要运送一些口罩 还有一些病毒的抗原检测设计 还有一些像水果这些生活用品都有 海上快线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 背后不少得广州海事人的付出 我们通过跟代理联系 收到他这个申请以后 会立马安排人对他开展一个查验 就查验一下他的传播的证书 有不有效 然后船员适不适任 然后一切货物的宰矿 服务服务的市展 然后如果都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马上给他安排 办理这个出口案查验 受到香港疫情影响 水运成为陆路跨境运输的重要补充 为了特建海上快线 广州海事局南沙海事处 优化服务手段 专门为南沙港至香港船舶 提供度身订造的远程体检方式 海事人员不需要上船 就可以完成船舶和船员的全流程检查 在船舶进港之前 就会有海巡船和无人机 对他的载重线进行检查 就是排除了他会有抄载这种情况 如果万一有的话 我们就会对他进行调查 出发 自2月1日以来 南沙港码头 共处理出港船舶 三百多艘 三千多个标商 万一港区出现寒潮 大雨、大风等的恶劣天气 广州海事局 还会启动应急协调机制 利用南沙海事处的监管平台 对船舶进行预警 这一天 港区出现了大风的天气 为了保障出港船舶 能够快速出港 成曝光和同事登上海巡船 对这些船舶进行优先护航 近年来 广州海事部门 着力强化智慧监管建设 利用大数据和先进监管手段 保障船舶安全航行 为广州建设国际航运枢纸 打造高水准对外开放门户枢纸 贡献广州海事人的一分力 广州和香港一样 经济发达也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是很多年轻人打拼的首选 同时这座城市 在吸引着大批外国人来到这里发展 甚至定居下来 一起来看看广州台制作的 大型纪录片《头淡汤》的自选片段 我最喜欢中国的老婆 我没来的时候 我的影响是就是 好像中国人口多啊 没地方住啊 他们书上面住啊 知道吗 来了以后 我会明白中国是什么样的发展 这个国家 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讲国家 因为我听不懂 我里面的说话嘛 甚至我可以讲广东话 可以讲普通话 所以如果你想学 三年到了 如果你不想学 有没有食尼的 这个是厨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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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厨迹的 银的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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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局挺好 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大树 没看过直接的大树是怎么样的 这七六根出来真的漂亮 Gina history 一些以前的东西还在里面 可以给我们看这么漂亮 还可以追六四年都有问题 每个人喜欢他的家 因为喜欢了 因为有家乡的感觉了 我们看见到这里 这些外国的家乡村 是自治区的生态村 位于被评为世界十大正好小镇之一的波文园境内 当地村民利用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 开办家庭旅馆,参与旅游开发,实现增收自负 我们一起去看广州台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新山海经》的节选片段 《新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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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饭啦 我叫驴悠 我是广东梅县人 然后2018年来到波密 然后开始经营这家客栈 站地有十几亩 我们这边的客源大部分 百分七八十吧 是广东那边过来的 林芝这边的气候 它属于西藏小江南 所以广东就比较容易接受 它的海拔不高,二千六 一路进站的一些游客 到了波密以后 它会做短暂的一个修整 所以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 波密这一块的公共设施还是比较少 但是如果以后再陆陆续续去增加一些的话 我觉得会更方便一些旅客 以民生园杖为龙头 然后以产业园杖和智力园杖为两亿的一个总要求 就开始工作了 所以我们下一步 对它进行一个再次的一个改造提升 而这个改造提升呢 主要就围绕着旅游产业发展 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些 陆村的一些指示牌 游客服务功能 游客咨询 医疗方面的一些帮助 我们都是可以提供的 由输血变成造血 让它这个产业发展 我叫德青万摩 我经营这个藏市民宿嘛 刚开始是个安床未算的 然后建了差不多有两年那样子 广东园杖的过来 直到我们继续扩大 他们帮助我们村里面 差不多有16户在做家庭旅馆 有去过四川旅游大学里面 待过三个月那样子 让我们学习 都是他们出的费 以前没有接游客的时候 看到是有野生灵浙呀 天麻呀 价格卖得没有那么高 现在就吃上旅游饭了 都想弄大一点 然后整个风景都 那个广告出去 宣传出去那样子 想让全国各地的游客 都让他们到我们村里面来参观 尝一下我们这边的那个美食 今天的大自然大不同 涉制队会带着大家去香港的沙滩看看 至于今天有哪些生物会出场 他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让监制昌哥和我们介绍一下 推潮时候 鲁和寄居蟹 增分夺床去寻食 一起看看 潮水退却 露出一大片沙坪 所有动物都涌出来覓食 他们必须增分夺床 在潮水再次掩盖沙滩之前 寻找食物 寻找牙虽 更多探亲俄在洞上 缓慢地移动 掐食沙粒和小石上的棕类遺生 在沙滩上面 留下迂回曲折的轨迹 在沙滩上面留下迂回曲折的轨迹 潮水退却的时候 经常会留下动物尸体和鱼类残鞋 寄居蟹靠著敏銳的嗅覺 辨別食物的位置 氣味濃烈的裸屍體 吸引了一群寄居蟹 寄居蟹為了食物大打出手 這裡瞬間成為了一個修羅場 當寄居蟹正在忙碌著搶同一個裸的時候 另一邊箱的斗形拳鞋 找到一個屍家靚位 正在獨自享用一隻蝦的屍體 生存有時候既要努力,亦要鬥智 鳥瀚神州,精彩在線 今天我們帶大家去到梅州 現在正值是油菜花開的季節 在梅州市峰順縣沙田鎮黃花村 整篇種植的油菜花已經鞘盛放 金色的花海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打卡拍照 在節目的最後 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去看看 今天灣區傳媒體的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再見 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再見 我們的境界 我們下集再見,再見 於ven視野,全開,umesол太天 我們這邊請見 我們下集再見,再見 令消防飛越 那我們來 這次一點點 吹真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